Diff 廉價 打到餐廳開始用 用了我沒有技術 一樣一天 被水疤師傅罵到周圍 她告訴我如何做 當然夾雜著粗鹽為养 傻的啊你 你怎麼會做 當然由這樣被人棄棄我 例如你的系統一有0.1秒的不穩定的時候 你又會收到大量的電話問候一下你 我們偏偏到現在這一刻 我每一間餐廳 雖然現在我們在服務八五間餐廳 我的電話是有八五個群組 所以他打來給我發洩 我願意接受這些發洩 我覺得就不要被這些而打擊到自己 他在餐廳裡被他罵完 我走出來他在後巷裡 我又不吃煙 我很嘆氣 旁邊的人在吃煙 整個畫面都挺搞笑的 我嘆氣了大概半個小時 我打給我的IT 發洩敏 發洩敏覺得我發洩敏就沒用了 到最後就是我受光 受完之後就想怎樣做一些 其實Pinb的發展 我們開始也想得比較簡單 我們覺得會不會只是幫餐廳 解決一些外賣的問題就可以了 因為見到很多餐廳都是很傳統叫外賣 大家都是打電話等等 如果我可以起到一個分享 可以讓餐廳容易叫外賣 因為那時也沒有外賣自取的平台 那時候我們就主要以這個產品為主 當然我們開始會想得很簡單 我們會把餐廳的菜單 變成一個普通的e-shop去做 那發現當然不行 因為我只說茶餐廳已經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茶餐廳是非常複雜的 譬如我選了沙嗲牛肉 我選了麵 大家都知道 我們吃沙嗲牛麵或常餐 麵有些會喜歡軟一點 有些會喜歡硬一點 大家會叫 我沒有可能因為利用二維碼店餐 我不會理會這個選擇 除了你要面對客戶那邊 你還要面對商戶那邊 所以我經常說這個叫商邊市場 我還要面對商戶 商戶怎樣做好 我到現在才知道 在那個時刻才有留意到 它出底一下 將小字仔殺在偶面 這個要出一張字仔 接著它要斬斷一下 再出一張叫做餐肉煎蛋 如果它是看了底的荒包 它可能要再出多一張 或者它要看了底 或者轉底的包 它要再出一張 為甚麼呢 原來它是用跟碟去出的 原來我以前真的不知道 那又改了 改完到最後 當然是扶椒到茶餐廳 所以到現在 我們最多在用我們的都是茶餐廳 這個原因是 因為你除了要令到顧客 還原到他們的體驗之外 你亦要還原到大哥 我們叫水花大哥的體驗 都很重要 這個就是我覺得 在前期組編尼做得最辛苦的時侯 就是我真的要了解整個學業 是怎樣去運作 其實都在茶餐廳 茶餐廳內 參與行業 你沒有可能寫到一個產品 是適合他們用的 我覺得做創科 最重要是你要想 你這個產品是否可以廣泛應用 這是第一 第二是否可以改變到一個人的生活模式 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你這個產品是可以的 麻煩你堅持它 不要給少許的問題 去影響你自己 一定要堅持做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沒有人是可以打殘的 只要你自己可以打殘自己 說不定